技能競賽 記者招待會 招待會開始 首先請主持人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村部關公室 陳檢任記證 為我們先致辭 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在此代表勞委會 跟各位表達最高的敬意 我們也謝謝松市王記者 自由寶王記者 還有TPS私記者 以及在座我們的夥伴 李校長還有王副校長 以及我們的北部職業路線 我們一起來參與間的記者會 我們都知道 身心障礙者的技能競賽 從73年以來舉辦 到目前已經是第十二屆 今年總共有四百三位身心障礙的朋友 參與二十六個之類的競賽 競賽優勢的前三名 除了能夠獲得八萬六萬四萬名 不等的獎金之外 同時如果他們要繼續升學 或者是參加技能考試 我們都有一把都有相對的優惠 不過更重要的是 透過這次競賽 能夠使這些選手 能夠激發他們的一個欠能 使他們達到這個人生的這個目標 同時更重要的是 我們能夠讓社會 了解他們的這個技能 進而使這個社會 能夠提供他們 更多的這個就業機會 那我們這次的一個競賽 於是在十一月三號 在大安高峰 以及這個我們莊敬高職這邊 去行競賽 如果各界有興趣的這個朋友 也歡迎利林來觀摩來指導 那同時也給予這些聖誕的朋友 能夠給他們加油打氣 那在十一月四號 我們也會有一個地幕舞典禮 以及頒獎典禮 到時候我們會場上 會有大約三十幾個這個人優惠 那也歡迎各位有樂人後來參與 最後我們都知道這個 現在景氣不好 那這些社心障礙者 畢竟還是屬於這個社會 比較需要協助的這個族群 那我們希望在座的各位記者朋友 能夠給予這次競賽 以及這些聲道朋友 更正面更積極的一個報導 使得這個 這次的一個競賽 能夠完滿的達成他的這個目標 以上一做簡單的這個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有這個花藝 以及這個蛋糕的這個設計的這個觀摩 就是在大家 各位記者的這個後方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觀摩 那最後等這個觀摩結束之後 我們這個電務組會針對這一次的這個競賽 那會有做一些補充的一個說明 那不知道這個校長要不要跟我們講幾句話 陳吉正還有會課長還有林吉正還有我們常總 還有各位這個記者先生 各位媒體先生和小姐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呢 在張敬高職召開這個記者會 非常的高興 因為張敬高職能夠承擔這個 第十二屆全國殘障技能競賽 這個任務 我們已經籌劃了很久 到目前為止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 每一項每一個考場都已經測試過了 但是呢 還有這個服務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給這個身心障礙的夥伴們 做非常好的服務 我們都已經服務的同學啊 也是一對一的訓練 將他一對一的服務 一定要讓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來到張敬高職啊 就這樣回到他家 或者公司是一樣的 這個服務 讓他非常的舒適 非常的安靜 非常的平靜 來參加這個競賽 我們的 這個全校師生啊 都非常的 士氣都非常高昂 熱烈來歡迎 十二月 三號的比賽 還有四號的 這個頒獎典禮 我們一切都做好 十一月 三號 和這個 這個比賽 還有十一月四號的 上午的頒獎典禮 我們已經做好萬千的準備 來歡迎大家 希望大家 能夠來給我們指導 有興趣的 來看一看觀摩 給我們鼓勵 也給身心障礙的 從這個夥伴們 也鼓勵 是最重要的目的 我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謝謝 謝謝 主席 然後我們 北區的 還有我們 老委會中辦的長官 首先我們感謝 老委會中辦 給我們的鼓勵 讓我們莊名高石 能夠承辦這次的比賽 那現在在現場製作的 花椅比賽呢 是由我們何立宇 何主任 他所利用這個 半年時間所訓練的 兩位同學 我們同學 美容高同學 正在在現場製作 花椅 希望這次能夠奪回 另外我們這個 參與哥也訓練了幾位同學 在後面有那個 是哪一位 崇光 崇光老師 他也是五星級拜見的主廚 特別呢 這次呢 訓練了同學 也要積極參加比賽 同學們 年紀雖然很輕 雖然有一點輕微的殘障 但是呢 他們本身呢 都利用暑假時間 不眠不休的 希望能夠奪得這個錦標 所以請各位 長官 還有我們媒體 媒體好朋友 給我們指導一下 我們看一看 假如說現在 這只是兩個小的競賽 其他我們還有 26種競賽 歡迎各位呢 到我們所有的競賽場地去參觀 有26種競賽 競賽項目很多 檳榔滿目 還有包括什麼 珠寶相簽啊 包括電腦啊 各種各樣都有 假如有需要我們 服務的話 會場我們同仁很多 隨時可以幫各位服務 再次我們也感謝 各位來 這次今天的來訪 也謝謝我們 中辦的長官 也謝謝我們 北京資訊長官 過我們這麼好的機會 讓我們學生能夠展示 服務的精神 這次我們服務是 一對一的 每一位殘障的選手 我們都有一位同學啊 在旁邊服務 特別在 幫他退輪椅 而且我們是 從頭到尾陪他旁邊 希望給他各種各樣的幫忙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譬如說 有兩位聽障的 他們一定要住在同一 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聽障的 那很多聽障的 喜歡住在同一個旅館 那我們希望他 也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特別請很多同學 來幫他照顧他 因為比如他摩林扣瓦 叫我起來啊 或者說敲門叫我起來 我們想辦法 我們很多的 北區的長官 也想很多辦法 怎麼把他們叫起來 或者怎麼樣 通通他的比賽 所以我們想 當天呢 我們 禮拜五當天是報道 禮拜六比賽 禮拜日呢 就是頒獎 聽說我們最高當局 都會來給我們頒獎 他說也歡迎各位來 我們知道 現場一定會 非常熱鬧 精彩者期 謝謝大家光臨 謝謝 那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先看一下 我們後面的這個花意 還有這個 蛋糕設計的這個觀摩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各位美女朋友來 那我們先想有一點點這樣的一個 模擬的畫面 讓大家 有一些畫面可以來採集 那 現場我們特別安排了 模擬花藝競賽的現場 其實今天他的場地 就是 11月3號 花藝比賽的現場 那這個場地 我們也邀請了幾位 我們莊敬高德的學生 來 表現出 我們今年 大概 表 那個 整個的競賽現場的實況 另外 右手邊 是我們蛋糕裝飾 蛋糕裝飾的現場 其實 是 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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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邊拍到我邊說個小故事 我們 身心障礙的競賽 每兩年舉辦一次 每四年 我們會選拔 身心障礙的國手 來 代表 我國 參加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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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可以嗎 還有沒有一支 可以咯 我們 這是一個方位的問題 我過來一點 我過來一點 哈哈 我們每四年 還是沒有 還有一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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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我國 來 來 代表 我國參加 沒關係還好 我們都第一排都聽得到 對 國際展能鐵的競賽 這個題外話 那 去年 我國的代表隊 是到韓國參加 國際展能鐵的競賽 我們也得到很好的成績 大概 勇奪了六金 七銀 五銅 還有四個優勝 那 其實 在整個參賽國 38個國家裡面 大概 我們是名列 全世界第二 在 去年回國 參加 到總統府 接受 這個 馬總統的這個 祝賀的時候 馬總統也會提到 以 我們國家的 人民 人民數 以國家的經濟體來講 在 世界上 排列 大概是 第七十幾年 以這個 基本的這個條件 可是 我們的身杖朋友 去拿到了 世界 團體第二名的一個 一個獎項 實在是難難可貴 今天特別 尤其是這個發育 我們在參加這個 韓國的國際展能節競賽的時候 我們是拿到了 銀牌 然後 右手邊的 蛋糕裝飾 我們是拿到了 銅牌 在在表現 我們 身心障礙的朋友 其實 在 我們 看不到的職場裡面 他們在默默的 付出 也能夠充分的 養成了 這個 相當 這個 水準的技能 讓我們這個 身心障礙的朋友 能夠在 國際舞台上 比我們一般的青年組 能夠更 取得更好的成績 然後 其實 各位 可以 我可以 那另外跟各位報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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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跟剛剛我們校長的提到 我們這次一共辦理的26個子內的 這個身心障礙朋友的技能競賽 希望各位也可以從這些技能競賽的項目裡面 可以一揮我們身心障礙朋友 在就業市場上 大概會在哪個範圍內 發揮他們的專長 比如說現在看到的這個彈劾裝飾 還有花藝 還有我們裡面還有目標 還有成績等等 都是常常講朋友的專 那海報設計 還有一些電腦子類 也都是他們拿手的 我們有一個最特別的 就是針對智能障礙的身上朋友辦理的一個中文輸入的比賽 我想如果有幸邀請各位媒體朋友 來一下的話你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智能障礙的身上朋友是非常可愛的 他的親屬 從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都會陪著他一起來參加 中文輸入比賽 我常常講笑話說 因為職場朋友 他們比較有 雖然比較有依賴的一個心情 不過參加競賽的這個 當下 他們是非常的勇敢的 能夠離開家庭 進入這個職場 甚至於到競賽的現場 能夠展現出他 這個我們平常不熟悉的一面 所以說還是特別